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增广贤文 今天我们分享十句话 第一句话是 欲求生富贵 须下死功夫 如果我们想要富贵 我们一定要拼命地下功夫 要肯下死功夫 也就说 一定要殷勤 一定要努力 如果我们在该做的事情上 不努力 不殷勤 我们的心是会不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明知道这是该做的事情 我们却不去努力 所以我们的心会不安 因为我们心中也明明知道 如果不殷勤 是不会有什么更大更好结果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努力才行 百年成之不足 一旦坏之有余 一个人除了要下死功夫 啃下死功夫 啃殷勤之外 一个人也要知道 一个人也要知道 有很多的事情 你花了百年 很多的时间去追求 不一定成功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 一步失足做错了 有可能整件事情都被拆毁了 所以我们除了殷勤之外 我们要非常小心 谨慎地去做 这是我们做事的两个态度 第一个是殷勤 第二个是谨慎 第三句话 人心似铁 官伐如炉 如果我们的心就好像铁一样 那国家的法律就好像野铁的熔炉火炉一样 一个人如果去做违反国家法律的事情 内心也是不安的 因为他明明终知道 国家的法律如同野链铁的熔炉一样 我们是逃不过法律制裁的 所谓天网灰灰 输而不冷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要谨慎 然后呢要殷勤 还不能够违反国家的法律才行 善化不足 恶化有余 可是我们的内心常常有理性和恶欲的征战 天人交战 如果善良不会感化我们 那恶的势力就会大大的来策动我们 驱使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受善的影响 而不要被恶给牵引 给挟制克制压制住 这非常重要 谁至亲则无余 人太急则无智 我们做人做事的时候 一定不能太急躁 做事情也一样 太急躁我们就会缺乏智慧 很多人说集中生智 有时候集中不能生智 交集难免犯错 所以我们要小心 要慢慢来 慢慢来不代表懈怠 而是循规蹈矩 知者减半 与者全无 全无 如果把世上的智慧人减半的话 世上就没有愚昧的人了 但这是不可能的 智慧人是存在的 就好像有人说 我如果不看最强大脑的话 我就不知道原来 我的记忆力在他们面前 原来是这么渺小 同样的 如果世界上有这么多智慧人的话 各位 我们才发现 我们愚昧的地方还很多 我们需要努力的去除这些愚昧 增加我们的智慧 在家由父出嫁从夫 这句话是 一个女子在家如果学习尊重父亲的话 她嫁出去了 也会尊重她的丈夫 就好像我的太太 她非常尊敬父亲 结了婚之后 她也非常的尊重我 家里面的影响会带到新的家中来 吃人喂富 贤女禁夫 啥的人才会害怕她的老婆 因为贤惠的女子 其实懂得敬重自己的丈夫 如果你的妻子真的是贤惠的 你不需要害怕她 恐惧她 但是需要尊重她 是非终日游 不听自然语 我们不要太在意 别人对我们的说法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听 好奇去打听 别人说你的是非 一定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不太好奇 不太注重别人的说法左右你 那自然就没有了 竹梨茅舍风光好 道愿僧房终不如 这句话强调的就是 竹梨茅舍虽然简陋 但是道愿僧房 它有轻规见 所以呢 不如竹梨茅舍来的逍遥自在 所以做人逍遥自在是很重要的 但是逍遥自在 不代表我们去触犯法律 也不代表我们做事盲撞 也不代表我们可以不下死功夫 但是我们下了死功夫 我们在该做的事上努力去做 我们才会心安 也才能够有真正的逍遥自在 好 今天真广闲闻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